你看看你 今天又被训斥了一顿 还差点要挨打 你那小脾气啊 以后好好改改吧 姐姐 那是朱儿仙挑的事 她是故意找我查的 不过我也没吃亏 我呀 迎头痛击 大获全胜 听你这口气 还颇为得意似的 今日的事还不长点教训 以后小心点吧 记住了吗 记住了 记住了 姐姐放心 就拿你没辙 三阿哥的生辰就快到了 姐姐想着要好好练琴 到时候给三阿哥 还有众位姐妹注注信 我们一起乐呵乐呵 好呀 那陪姐姐练琴去吧 这儿 儿秦帝皇阿爸请安 进来吧 众位娘娘 给太后娘娘 给万岁爷行大礼 臣谢恭祝皇上 皇后娘万福尽安 依叩守 叩守 再叩守 三叩守 钟爱妃平身 谢皇上 玄业的六岁生辰啊 过得很简朴 朕跟皇后娘都很高兴 玄业啊 你高不高兴啊 皇阿玛儿子非常高兴 特别是董娘娘送给儿子的礼物 让儿子爱不释手 而且 董娘娘的字写得太漂亮了 跟皇阿玛多有一笔 孙二哥过奖了 董娘娘的字 怎么能和你皇阿玛相比呢 要说这看字论字 皇阿娘可是大行家 皇阿娘 您看看 这德妃给三二哥抄的唐诗本 您给点评一下 皇阿娘 怎么样 要说德妃的字 这皇后和仲妃真是望尘莫及 虽然哀家也练过书法 但都不如德妃 皇帝的字倒是真比德妃造译更深 皇阿娘 您的字就已经写得特别好了 竟然还说这德妃的字 写得比您还要好 皇上 臣妾也习过书法 倒是特别想观摩一下 德妃的字 行吗 皇贵妃啊 你人非常聪明 书法也不错 但是要跟德妃比起来 还是有一点差距的 好啊 您一会儿应该好好观摩他的字 皇上 臣妾等会儿也想观摩一下 德妃的书法 可以吗 可以啊 这样吧 等一会儿你们每个人 都观摩观摩德妃的字 看看 有没有皇姑娘说得那么好 对了 皇姑娘 今日为了给玄夜庆贺生辰 德妃啊 还特意带琴来了 咱们要不 听德妃唱唱一圈 既然是德妃的心意 皇帝又钦点 那就唱吧 臣妾多谢皇阿娘 婉儿 将德妃娘娘的琴 请上来 皇阿玛 赌娘娘唱得可好了 真的 朕王爷 现在据咱们议政会议交旗印 只有十日了 可我看现在废除德妃之事 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不着急 这件事情 太后娘娘不是做过郑重承诺吗 德妃未废 齐印不还在我们手里面吗 本王说句 敖大人又不爱听的话 下一心 皇上想要得到齐印 必须废掉德妃 是 这就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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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连海坯 海上明月宫朝旋 烟烟碎波千万里 何处春江无余迷 江流万转绕方便 月照花临近四心 空里流霜不知非 海江天一丝无仙尘 佼佼空中古月暖 江畔何人初见月 江月何的初朝人 人生呆呆不穷衣 江月年年深相思 不知江与大何人 皇帝 德妃今日可是大出风头 又是书法又是唱曲儿 真长脸 他这么做 除了是为了给学业轻声 更想让黄若梁高兴啊 皇娘 儿子感谢皇娘能够赏脸 给德妃一次 这么难得笑说皇娘的机会 放在儿子还担心 怕皇娘 您不让她唱这一曲儿 三阿哥的生辰 额娘怎么能扫心呢 再说 德妃的这个曲子 也唱得确实极好 将春江明月 波光千里 都活灵活现地 展现在额娘的眼前 皇阿娘 皇阿娘 早知道皇上 如此喜欢唱戏之人 唱好了便能得皇上了恩宠 那臣妾们 早都该去学唱戏了 如今这后宫啊 皇阿娘 定是一派殷歌艳舞 圣似戏缓 也就不是这德妃 一人独宠的景象了 宋人呐 德妃献唱 那是为了给三阿哥助助性 这跟宠不宠没什么关系 如果你想唱 不妨你也来唱一首 皇上 臣妾哪敢唱哪会唱啊 这春江花月夜 臣妾连听都未曾听过 臣妾想说的是 这能歌善舞 只是女人的奇迹银巧 若皇上一味地喜欢 这种奇迹银巧 那会让皇后和妃嫔们 无所适从 且这种善于奇迹银巧之人 多有不测之心 阿南 紫尔娜 你总是废话多 赐你竞妃 你还是竞不了 能歌善舞有什么不好啊 哀家就喜欢听幽美的曲儿 看幽美的舞 德妃 紫尔娜是一派胡言 你不需要理会她 接着唱 臣妾多谢皇额娘 三二哥 你真有意思 这两日一得闲 便看德飞娘娘抄的诗 这些诗啊 你不早就倒背如流了吗 你不懂 我这是在赏字赏文 赌娘娘不光字写的好 这些评点呢也是大有见地 可谓是开卷有益 我没想到赌娘娘会有如此见解 让人钦佩 三二哥 三二哥 不好了 三二哥晕倒了 三二哥 三二哥这到底是怎么了 人不要紧吧 贵妃娘娘 三二哥的症状 像是中毒了 中毒 三二哥怎么会中毒呢 是吃了什么东西吗 不像食物中毒 而是另外的什么东西 让三二哥中了毒啊 另外什么东西中毒 而且还是慢性中毒 庆太医 你指责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容贵妃娘娘 三二哥这两天和什么东西接触最多 方才三二哥晕倒的时候 他正在干什么 方才 方才正在做抄写练字的功课 完了就看赌娘娘送她的生辰礼物 主子 三二哥最近接触最多的东西 恐怕就是得妃娘娘送的唐诗 你胡说什么 难道得妃娘娘送的唐诗会有毒吗 奴婢不敢 奴婢只是回金太医的话 容贵妃娘娘 将那本唐诗给备指看看 金太医 你确定三二哥已无大碍 要是出了什么大事 哀家就要你的人头 太后娘娘放心 卑职仔细查看了三二哥的情状和脉象 又及时给三二哥灌服了解药 三二哥定无大碍 你确定三二哥是中了诗本上的毒 千真万卷 卑职仔细查验了诗本 每夜的边缘都浸过毒药水 黄阿娘 这真是令人惊慌 这本唐诗里怎会有毒药 幸好三二哥身体健壮 解除这毒诗本的时日不长 否则就难说了 有人竟敢借送生辰礼物之机 来下手害三二哥 但是不想活了 黄阿娘 礼物虽是德妃送的 但臣妾不相信德妃会害三二哥 你当然不相信是德妃做的 不是他又是谁 爱家着手处理这件事 荣贵妃 金太义 你们先回去吧 不可以对任何人说这件事 知道吗 喳 是 苏娜 你到门外守着 任何人 包括皇帝来了 都要挡架 是 从日子算 快有消息传来了吧 主子 贤妃娘娘来了 妹妹见过姐姐 珠儿 你先出去 是 是 有消息了吗 嗯 我的人看见金太医去了城前宫 后来荣贵妃和金太医 又一起去了慈宁宫 而且荣贵妃的表情 十分惊惧紧张 成了 董小婉死定了 那三二哥的情况如何 有消息吗 看样子 三二哥应该无大事 哎 想通过这种方法 取三二哥的命 也没那么容易 罢了 这也算大功告成了 嗯 刘光彩 刘光彩 是 刘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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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小婉真是胆大妄为 太后娘娘认定是 德妃娘娘所为 诗本是德妃送的 金太医已经鉴定 是毒药水所侵 进毒药水 再晒干需要时间 谁能从容做到呢 只有德妃自己 平日德妃 与三阿哥这么亲近 原来是包藏着 这么险恶的用心 太后娘娘 恕奴才愚昧 斗胆问问 德妃娘娘 为什么要害三阿哥呢 她害了三阿哥 对她有什么好处呢 要说好处 好处太大了 董小婉已经看出 三阿哥的地位 非同一般 说白点 三阿哥随时 可以立为太子 哀家相信 她一直盼望 可以同皇帝生孩子 只要她同皇帝 生下了孩子 特别是阿哥 她的地位 就真正稳固了 母凭子贵 她就可以凭借这个孩子 和皇帝对她的爱 继续往上走 董小婉的野心 和梦想是什么 便是她与皇帝的孩子 日后能够成为我大清的皇帝 也就是因为这个野心 令她对三阿哥下毒手 太后娘娘 盛名 太后娘娘这么一说 奴才开窍了 德妃下手的动机也有了 不过 奴才还有一个问题 德妃这么做 那不是暴露了自己吗 万岁爷 要是知道德妃下毒害三阿哥 那还不将她废了 太后娘娘 也可以用后宫的规矩 要了她的人头 刘光彩 你如此老道的人 也有天真的时候 哀家告诉你 董小婉可是个极聪明的人 他敢这么做 也算定皇帝 绝不相信他会下手害三阿哥 皇帝不相信 他是个恶人坏人 哀家又怎能杀他的头呢 姐姐近来啊 心情大好 这三阿哥悬夜过生辰那天 皇阿娘不仅对姐姐和颜悦色 还训斥了恶意挑衅的索尔纳 姐姐觉得皇阿娘对姐姐的态度 缓和了不少 这是个好兆头啊 可依寇寇看 太后娘娘那天 是看在皇上的面子上 才对姐姐和颜悦色的 那日皇上可是刻意让姐姐得个头彩 好压压她那几个恶气 寇寇 你也别这么说 姐姐倒觉得 皇阿娘是真心喜欢姐姐唱曲 所以啊 姐姐得好好练琴 可不能让自己这身才艺退步了 以后 姐姐也可以用自己的才艺 好好地孝顺皇阿娘 姐姐要是嫁在明间啊 绝对是天底下最难得的好媳妇 太后娘娘对奴才有什么指示 请太后娘娘下旨 你要做的事情多了 艾家就亲手写一份遗旨吧 敖拜 带兵进宫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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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大事了 英格尔 何事让你如此惊慌啊 回皇上 奴才的人得到消息 说三二个被人下毒了 你说什么 三二个现在人怎么样了 三二个并无大碍 金太医已经瞧过了 是有惊无险 有惊无险啊 英格尔 你吓死朕了 英格尔 害三二个之人 查到了吗 皇上 更吓人的事情就在这里 有人怀疑是德飞娘娘吓得多 傻子 谁怀疑的 谁这么混账 怀疑到德飞身上 回皇上 怀疑德飞娘娘的人 是太后娘娘的 英格尔 你现在带人 去中罪宫把德飞接到朕这儿来 朕不相信是德飞毒害三阿哥 朕一定要保护他 不受到任何伤害 是 英统领且慢 皇上 皇上 千万不可以将德飞娘娘 接到这里来啊 因为那是后宫的事 应该由太后娘娘做主啊 可现在皇额娘 已经认定是德飞下毒 害得三阿哥 这事中冤来 一定是有人想陷害德飞 朕要将他接来 也要问问他 是否知道 这失本有毒的情况 请皇上冷静 臣一位 皇上 对德飞娘娘的宠爱 宫中尽知 如果由皇上来问德飞 这不合适 也无法令人信服啊 皇上 德飞这件事 可是牵涉面积广的大事啊 如果皇上想违反 宫里的规矩和制度 来保护德飞娘娘 那么不仅是太后娘娘不会答应 义政会议也不会答应啊 皇上 洪大人说得对 若是将德飞娘娘 接到御书房来 太后娘娘必然不答应 那 宫中便大乱了 洪师傅 那你有何样子 皇上 臣建议 让英统领带上几名侍卫 到中翠宫那里 守着德飞娘娘 静观事态的发展 这样 既可以表明皇上的态度 又不至于让太后生路 德飞娘娘宫里有什么情况 英统领可以及时地禀报皇上 但是 英统领绝对不可以同太后的人 发生冲突 是 英格 奴司在 你立刻带人去中翠宫 保护德飞 皇额娘问什么 我实话实说便是了 英统领 英统领 启禀娘娘 英统领 敖拜将军带着一队亲兵 要进来抓人 什么 敖拜带兵进宫了 英格 你一定要拦住他们 可可 不要着急 娘娘 奴司出去看看 嗯 姐姐 究竟是谁这么狠毒 要知姐姐于死地啊 毛大人 不见了 他 敖拜 我 别人 有 军带人 是要带走德妃娘娘问话 大人凭什么带走德妃娘娘 没有圣玉 休想进中翠宫一步 圣玉 这就是圣玉 此乃太后娘娘亲笔手玉 应该接一旨 你看清楚了 既如此大人可以带走德妃 不过德妃娘娘的事情 正在调查暂无定路 请大人带走娘娘的时候 注意礼节 切勿轻骂 德妃娘娘是皇上宠爱之人 本官不会轻慢的 说实话 要不是太后娘娘亲笔手玉 本官还真不想沾此事 嬴统领 让道吧 都让开 这 皇上宠爱之人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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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这 你 你 你 shots 是 做出这样的事情 皇帝 德飞的事是后宫的事 额娘期望皇帝 能够冷静对待 不要干扰额娘 处置这件事 额娘 这件事情关系到三阿哥 还不能说只是后宫之事 这也是 为什么儿子 这么关心的原因 不 它就是后宫的事 应由额娘处理 皇帝不能因为 对德飞的情就想袒护 额娘让额拜和刘光才 共同审理这件事 就是要让皇帝 和义政会议都无话可说 还有 审问期间 未经额娘同意 皇帝不能见德飞 好 儿子不敢让皇额娘审案 但是皇上 您一定要提醒 额拜和刘光才 绝对不可以对德飞 刑讯逼供 皇帝应尽快决定 废除他妃子之位 儿子已经说过 儿子不相信此事是德飞所为 何谈妃妃之事 恐怕皇帝必须要考虑这件事 如果皇帝主动废妃 德飞还可以移居南院 额娘也会说服义政大臣 不再追逼这件事 额娘也可暂时不追究 德飞之责 废除德飞 义政会议交其印 皇帝就可以亲掌两皇旗 这个结果既自然又圆满 皇帝需要好好想一想 皇娘这么说 的确是很自然 也很圆满 可这件事情 德飞却变成了牺牲品 董小婉怎能叫牺牲品 她本来就有罪 如今就是个罪人 因为皇帝对她的情 额娘想网开一面 为何皇帝 你就不能理解 额娘的苦心呢 若此事是德飞所为 儿子会立刻下旨 废了她的妃威 而且会给予她 更严重的惩罚 皇帝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 一旦查识德飞有罪 可是杀头之罪 若这件事情 真是德飞害的三阿哥 就按宫中的规矩办 儿子绝不袒护 如果他没罪 谁也不可以把他变成牺牲品 皇娘 儿子不耽误你沈安 儿子告退 让问问沈安的情况 知道了 知道了 德飞不承认下毒 那是再正常不过了 依哀家看 他提到那个下午 是想故意混淆视听 他只带寇寇一个人出去 也正是想给寇寇避嫌 贼喊捉贼 反露马脚 太后娘娘盛免 奴才已经派人 将这边的情况 通报给了鹰统领 竟他逐一排查 或可查明真相 英格尔那边 真能查出作案的人 那就算哀家冤枉了董小婉 不过哀家坚信 哀家判断得没错 刘光彩 董小婉是个非常聪明的人 他会装纯洁 以示清白 他还会仗着皇帝 对他的宠爱有失无恐 不给他吃点苦头 他是绝对不会承认所犯罪行的 那太后娘娘的意思是 又要得妃招供 又不能对他用刑伤身 刘光彩 您有什么法子 可以帮哀家解决这个难题 太后娘娘都觉得这件事很为难 奴才 奴才能想出什么好法子来呢 那么哀家就给你们个法子 从现在开始 你 敖拜 苏娜三人 轮流去审问德飞 不让他休息睡觉 定能让他露出破绽 有什么事 我能跟他一人过 ring 都在说 小伙子 我能让他脑子 这一人来走 我现在还能保持 他刚才会 是 因为我还是要 我能让他 我看 我跟他一人过来 我可以帮你 我能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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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让开 官爷 你这个人见过没有 没见过 真的没有 官爷真没见过呀